根据统计显示 澳门现在的私家车车位 只剩六万多个 私家车和电单车车位 都挺受到市场欢迎 在新租务法实施之后 澳门车位市场 有没有受到什么实质影响 今天就一探究竟 在车位市场方面 有一部分的业主 因为比较担心 新发对于他们出租的 后续权益的担忧 不是太清晰到新发对他们 有没有合适的保障而选择封盘 另一方面 反而看到对买卖上会有影响 因为新买家会对大租药出售的车位 他的租药的内容 或者他有没有签订合法的租药 都非常关心 刚刚新发实施了到现在 私家车位的租金 升幅不太明显 但我们自己预期 因为一路路的新发 的细节比较明朗化之后 车位的升幅 是应该会持续上升的 在经济向好的前提之下 本额车位预测会水涨船高 听完业界的评论 不知道各位又认不认同呢?